结果完了吧 今天我们来一个中高强度的有氧 把你这几天吃进去的消耗出来 第一个动作是一个热身 模拟一个划船的动作 激活全身肌肉 这一套动作会越来越难 尤其是和小基数减脂 或者你在平台期待了很久了 你可以试一下这一套训练 我的建议是反复四遍 但是不一定能做下来 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吧 好 尽量中间不要有间歇 我们来第二个动作 是一个简易的半程波比 不需要跳起来 但是全程要核心收集 把身体舒展开 动作匀速 你可以稍微快一点 稍微休息五秒钟 我们来做跪姿复合称 核心收紧 让胸部去找地面 然后把上半身推起来 女孩子做复合称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踏腰 用肩膀发力去推胸 而不是肩胛骨向后眼 然后站起来做一个肩膀蹲踢腿 然后站起来做一个肩膀蹲踢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力 然后我们趴下100个登山跑 登山的要求就是核心收筋 上半身越稳定越好 腿迈得越快越好 它也可以拿出来单独训练 登山跑 开合跳 波比 是我最常练的三个有氧动作 能够让你的心率快速地达到有氧燃脂 就是效率特别的高 你可以记录一下 你第一次100个用了多长时间 然后慢慢地进步 来 舒展一下 我们挑战一个最难的有氧动作 波比跳 正规的波比跳下去的时候 是要有一个俯和称的 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做俯和称了 所以我做的是简易波比 这个就根据自己的程度来 动作做标准 能做多少个做多少个 下去的时候舒展开身体 跳起来的时候舒展开身体 尽量往高跳 我记得我最开始做波比的时候 只能连起来三四个 这一次是30秒连了10个 你们连了多少个 停下来之后 有没有发现心跳马上就上来了 嘿嘿 还没完 我们再来最后一个动作 动态平板支撑 这个就是你上半身晃的幅度越小越好 所以当你核心力量越强 你的身体就会越稳定 所以它是训练我们核心力量最好的一个动作 做八次就可以 OK 最后我们来进入婴儿室拉伸 看这个节目我给你切开身体的幅度越好 提起来的幅度越好 的时候我们将在所有颜色的幅度越做成 了入婴儿室拉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